化物钾其分子式为C4H4O 它会与金属纳反应产生可燃性气体 首先第一小题写出化物钾所有可能结构式 首先我们先求出C4H4O此分子式的不饱度 不饱度等于2分之 碳有4个2乘4加2减掉10个氢 等于0表示权为单件没有不饱度 然后再加上有个样因此给判断为 纯类或者是明类 然而题目有提及会与金属纳反应 然而纯具有腔机与纳反应 可以产生纯纳 以及可燃性气体氢气 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此为纯而不是明类 然后我们找出4个碳的纯类有几种运钩物 首先第一步画出4个碳的碗类翼钩物 分别为正丁碗以及翼钉碗 接着画上对称线 避免重复画到翼钩物 然而我们在碳上找出可接上枪击的位置 分别有A B C D 因此A B C D 4个易钩物就可以找出来了 除此之外 A为易级纯 B为二级纯 C为易级纯 D为三级纯 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 进一步检验取另外一个试管 乘5毫升1%的2个酸钠容易 然而此二个酸钠为氧化剂 加入一滴濃濃酸 目的为酸性条件 混合好之后加入两滴的化物钠 为了之10秒内会变成绿色 表示有反应 使二个酸钠将钠氧化掉 然而此化物钠可能结构是维合 然而易级纯被氧化剂氧化 可以得到产物为 全 二级纯氧化 产物可以得到是 统 然而三级纯则无法被氧化 因为它不能当化妍级 因此我们看到 可以被二个酸钠氧化的 只有易级跟二级 因此化合物钾 可能结果就为三个 分别为一级纯 二级纯 以及易级纯 接着我们看第三小题 另外取三毫酸钾 有四款中加入二个酸钾 其中二个酸钾也是 当作氧化剂来使用 0.5功课 又加入一M硫酸 三毫酸木地四达 水溶泥酸化 适于图中 又图中 于85度C加热 并将发生的蒸汽 融入冷水中 吸取所得容易 这个容易 视为甲与氧化剂 最后的产物 再加入少量的斐灵试剂 并加热 结果并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斐灵试剂 是可以用来 经验权的存在 结果并没有发生变化 表示产物并不是权 则化物甲结构是违和 另外图中 也就是融入冷水中的化合物 结构是违和 这融入冷水中是指 产物的结构是违和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第二小题 可以知道 一级纯氧化会变全 二级氧化会变同 因此化物甲分别为 一级 二级 以及 一级 这三个可能性 经由第三小题就发现 加入氧化剂 二个酸甲 所得产物甲 所得产物甲斐灵 并没有发生变化 表示 为 同类 因此我们就可以确定知道 化合物甲 为 二级纯 其产物 为 丁 同 最后 最后 第四小题 则第三小题 化物甲的IUP系命名为何 因此 第四小题 化物甲 的命名为 首先我们先找 主列 在 枪击位置 越学习法 标号码 一 二 三 四 所以命名为 二 冰纯 因为枪击 是接在 二号 碳上 他们 两